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最近的信用卡優惠變好了 而背後的原因當然是因為武漢肺炎疫情的影響 那到底銀行給了哪些好康 那這些回饋內容是不是真的很沙子 我們今天就再次邀請到了金融比較平台的信用卡達人 李芝瑩來替我們分享一下最近的優惠 嗨各位蘋果升級醫護員的大家下午好 好那今天很開心可以又來跟大家分享現在最新的宅經濟信用卡怎麼刷最划算 好我是Dan 我們在媒體業工作最近經常看到網上有信用卡線上分辦的廣告 所以想說剛好看到今天在討論這個組就想來訓一下 大家好我是Johnny 然後我現在的工作是一位綠建築專家 然後同時也是橫槓是一個潮流品牌的主理人 然後我平常就非常的愛買東西 因為我們最近在成品的櫃位上面是在倫覽成品 明顯那個人真的少非常非常多 其實我就是一個例子就是疫情爆發之後 我就幾乎再也從而沒出門逛街 然後我都是一直方法上網買東西 銀行其實是靠這個手續費在賺這個手續費的嘛 所以當然銀行這個時候也要想辦法 想一些情境是大家可能宅在家裡 你也會有消費的需求 大家在家裡還是要買衛生紙嗎 還是有人想要去搶口罩嗎 還是有人想要搶這個酒精嗎 然後所以其實這個電商啊 或者是網購平台的這個消費額都會越來越高 那就是針對這幾個情境 然後來幫大家呢創造出這個高回饋 像凱基銀行啊 他三月底又祭出說 針對12家網購平台 最高祭出10%的回饋 然後呢趙峰銀行呢一來刷這張卡片 他本身就過去是一項網購信用卡 他在六月底之前呢 在禮拜一的時候你買網購 你就可以呢從原本的4%加碼到10% 聯名卡的回饋很高 可是呢他不見得你都拿得到 可是有些人可能會覺得 啊我想要更無腦一點有沒有 有幫大家準備了這個網購審卡 我們來看一下網購審卡好了 不知道佳妮跟正在購物的時候 有沒有用到這幾張 是我們2019屆2020年來說 市場上面網購還蠻厲害的卡片 你們有嗎 我這邊是沒有耶 我這邊是沒有耶 對啊 我有一張 我有一張 我是YouBear 那Jen呢 Jen你上面有 我也沒有耶 我最近才在想說 最近才在想說 要不要半台新的卡 其實這幾張卡片 它只要是符合網購的定義 就是你在網路上面過卡 這樣子的話 或者是你在銀行的一些指定 網購電箱平台 不限平台喔 只要是符合它的定義的話 你就有5% 6%左右的回饋 那像YouBear呢 是相對來說 它是市場上面 熱的那個討論度還蠻高的 因為它就是 不管你在哪一個平台 你只要在網路消費 就有5%的回饋 然後每個月上限600塊錢 那等於你要一個月刷到一萬二 你才會到底 所以它其實 還蠻無腦刷的 那台新阿哥哥呢 它就是3.5% 也是一個就是網購的老神卡 就是不敗神卡 那我們進入到我們 就是連我自己都很常用的 之外送好了 喔對 這個完全是可以分享的 我們就可以看到呢 其實最高的呢 就是Mastercard跟Visa 他們寄出來的 新戶喔 買Visa卡的新戶 你可以收購 就10%的回饋 然後如果你是Mastercard的話呢 你新戶手購 也有28.5%的回饋 其實都還很不錯 300多萬人 有MaiPay卡 所以呢 這個大家可能手上 都有一張MaiPay卡 如果你手上剛好有的話呢 它到3個24號 這個快閃活動 就是呢 你買100塊錢 然後輸這個優惠碼 就有25%的回饋 那個圖卡裡面重疊 就是那個欲三欲貝爾 所以然後這張卡好像還不錯 對 因為它就是很無腦的記 就是只要是網購 所以你 美食外送啊 然後串流啊 這個都叫網購嗎 就算你仿在LinePay 接口支付這種的 也都是在網購 這個都無法 很適合我們一般上班族啊 時間也都差不多了 那謝謝志穎我們的分享 那也謝謝建議跟Johnny的提問 然後跟開 謝謝大家 對希望所有的Pinco升級 會原身體健康喔 我們下次再見 謝謝 掰掰 掰掰 掰掰